慈性不傻修士善业 前面两句是根本 由这个根本 下面就能做得到 慈性是什么 慈性是爱心 佛家赐这余露 希望看到一切众生 这一生当中 都能够幸福快乐美满 这是圣贤人的心 这是佛菩萨的心 圣贤佛菩萨没有嫉妒 没有傲慢 念念是希望 大家都好 个个都称佛 在行门里面 最基本的德行就是十三业 不杀神 不偷盗 不杀神 绝不伤害一切 生命 乃至于树木花草 现在还得加一句 却不随意的 就破坏山河大地 爱心 不偷盗 不偷盗 是义 大义 绝不能占人家 丝毫便宜 应该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放下控制 放下占有 虽顺自然 命里面平静 安于平静 命中富贵 安于富贵 不过分 所谓是 理得 行安 道理明白了 他行就安了 这个道理 在圣仪先的奠基 在佛的金角 心正安了 安定之后 他就无求了 无求智慧就开了 不道 不邪行 邪行里面 最重要是淫欲 这个要断 不妄语 妄语里面 开了四条 绝不欺骗别人 别人骗我 我不骗他 为什么 他不知道 他是神仙 他不知道 他本来是福 我们修佛的人 知道了 佛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我是众生 我本来是福 我既然本来是福 就不好意思 欺骗别人了 哪有佛菩萨 欺骗人的道理 我们要学佛 学佛 不欺骗别人 不念舌 不挑拨是非 不欺语 不花言巧语 不悟口 不悟口反过来 就是态度如火 别人听你说话 悦耳 听得算欢喜 存心 不谈 不成 不止 这叫十三业 不离